按三支的乐天社区很环保又有创意 把原本要回收的玻璃瓶 经由长辈们的巧手变化之下 变成了一支又一支的酒瓶灯具 乐天社区首作老师 期待透过废弃物的再利用 带着长辈们为地球环保来尽一份心力 乐天社区发展协会活化废弃物 打造为生活装点的灯饰 将一支支原本要被丢弃的酒瓶 透过老师指导过后 巧手变化成色彩缤纷的酒瓶灯 而过程当中 长辈们不只是发挥了创意 更加还可以透过创作培养美感 并且也训练到手部的肌肉 我们今天做这支酒瓶灯 让长辈手部运用 而且可以飞物利用 然后这支他们在拍打的过程当中 就让他的手部灵活运用 还有运用他们在视觉上 在拍打的层次当中 让他们培养视觉的美感 这堂课首座的酒瓶灯可不简单 老师与学员们都相当讲究环保 每一个材料都是回收物变身 或是天然的素材 就是要在为生活营造美丽氛围的同时 也为地球的环保尽一份心力 也谢谢我们张老师带来这么有特别艺术 这个创意的这样一个作品 要跟大家来分享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 因为它有这个环保的意味 还有这个像里面它是LED灯 我觉得这个就是有这个环保的概念在里面 那这个摆在家里真的非常漂亮 将酒瓶拍打颜料上色 再点缀上麻绳 瓶中放入灯泡开启开关 一支支漂亮的酒瓶灯就完成 热天社区期待透过手作的课程 不仅能够让长辈知道生活中有许多的废弃物 在翘首变化之下能够重获新生 更加还可以透过手作创作的过程 培养长辈的美感与审美观 进而让生活的美学大提升 纪教品函三支采访报道